大家好, 這裡有epicgrimson 跟大家介紹一下Pokemon GO 這影片直至昨天早上我都沒有打算拍攝 因為有誰知道NK會失驚無神 調換了貓幼斬和飯池石這兩個地區限定寵 既然他來到香港, 我也即時跟大家分析一下貓幼斬 想繼續留意更多解釋Pokemon GO的分析影片 記得按LIKE、SHARE這影片和訂閱我的頻道 分析之前我想分享一個很有趣的事 1月1日元旦,Pokemon GO官方Twitter即是NK 舉行了一個看起來好像無厘的投票 問大家, 你們會用以下哪隻精靈去打負敵呢? 這樣就有兩個選項, 就是貓幼斬和飯池石 那為什麼我會說好像很無厘的呢? 因為我預計這條問題是問大家屬性關係的 答案一般都是完全克制負敵的鬼、蟲或暗族性 誰知道他又沒有這些選項 我看到這樣, 飯池石是毒屬性 會被負敵超能反黑 其餘我剩下貓幼斬, 我就選了1貓幼斬 看結果, 56%人都選了貓幼斬 應該這56%人都跟我一樣的思路 一樣選了貓幼斬 那真的有誰想過, 看完這個post之後 有誰想到4天之後就會轉換這個地區限定呢? 那回到這個主題吧 貓幼斬, 普通屬性, 就是怕格鬥 對鬼有抗性 那CP最高是2214 那這裡也說到野生最高的CP 沒有天氣加成, 最高30 level CP為198 有天氣加成的話, 最高為35 CP為2056 我們來看看詳細的數據 貓幼斬, 攻擊力222 排第47名, 屬於高攻擊的精靈 防禦124 HP146 這兩個耐力數據都是一般的 由此可見, 貓幼斬是一個玻璃小炮 因為他的攻擊力雖然是高 但也未至於是一種大炮的程度 那我們來看看技能 跟現時遊戲很多普通屬性一樣 貓幼斬所有技能都沒有這個相同屬性加成 即是STEP 即是沒有這個普通屬性的技能 所以他無論配搭任何技能都好 其實總會有一隻比他好, 而且是擁有STEP的精靈 都要詳細說回他所謂的最佳技能 如果你真的想用他來打道館的話 最佳技能為連斬加近身戰 連斬的儲氣快 近身戰由於是格鬥技能的緣故 在道館一般常見的普通屬性是十分有效的 只不過如果你真的想認真地打道館 你還不如用任何格鬥精靈 另外任何快技 再加上暗閘要害 將會是十分靈活的技能 而且將會是對付超能系 或者鬼屬性的一個很好的技能 又只不過 首先對付到超能系和鬼屬性 而且有靈活的精靈 其實現在也有很多 班格拉 緊鬼 詛咒娃娃 鋼鐵螳 克魯加 阿布梭羅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更好的選擇 再且 超能力和鬼屬性 在道館都不常見 所以這套技能可以用到的機會 是真的少之有少的 那... 無論你真的打超能力 還是打... 普通系都好 其實結果都是一樣的 沒有這個相同屬性加成 真的差很遠的 所以... 無論在什麼情況都好 都會有一個比他更好的選擇 這樣... 既然現在都不太有用 究竟這個貓又斬以後會不會有用呢 那... 我會對他在PVP推出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希望的 那... 由於PVP還沒推出 那... 我都不敢猜測這麼多 那... 那... 我就稍微說一下 那... 其實這隻東西如果想在PVP突圍而出的話 那... 首先一定要加入的就是 可以增強數值的技能 那... 例如說這個劍武Sword Dance 這個技能在沿著就是可以提升精靈的攻擊力 那... 最理想的情況下 就一定要加上這個特性 再加上這個遊戲的深度 令到每一個精靈有它的利用價值 再提升PVP的樂趣 那... 如果... 將這些技能和這個特性這個feature 加入Pokemon GO 那... 不僅是這個貓幼斬 那... 其實還有很多所謂的開圖怪都會變得更加有這個競爭力 那... 結論... 那... 這隻貓幼斬是... 沒有用的 因為呢... 數值不是最頂尖 又沒有這個相同屬性加成的技能 那... 而且這個普通屬性一向都是在這個攻擊防守都不太好用的 但是... 那... 現在它又變成了東方的這個地區限定 那... N技又不公佈它什麼時候會轉回 那... 所以呢... 大家好好把握當下 捉多點這個貓幼斬回來 想追靚IV的就快手一點啦 那... 那... 希望這條片可以令你對貓幼斬有更加多的認知啦 那... 如果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給個like 分享這條片 還有還沒subscribe的 就記得subscribe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 我都會發放Pokemon GO解說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CSSK G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